黄念祖老就是告诉我 现在修禅定 连得定的人都没有了 老一辈的像徐云老和尚得禅定 没开悟得禅定 现在得禅定都没有了 他自己跟徐老和尚修过禅 万年放弃了 一心念佛了 这个祝节搞成功之后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一天十四万生发号 在干什么 告诉我们真干 追顶念佛 他身体不好 晚年身体病很重 我就看他的手 佛号不离口 我这一生都看到两个人 第一个看到张家大 张家大吃粥 真的分秒必争 一秒钟 他也不会痛苦 他给你谈话的时候 放下来 给你谈话 话谈完了之后 他那个咒就又接着念了 金刚吃 我们看他 我们看他口动 没有声音 没有看到他休息的时候 他口不动 没看到 第二个我看到 黄年老年福 分秒不间断 这就是张家大使的标准 真真相信 现在这个想 会断掉的时候 不相信 相信他怎么可能断掉 断掉 往生极乐世界 没把握了 不断有把握 越年越欢喜 发喜充满了 真有把握往生啊 这就是张家大使的标准